不愿四度未留而杨志良是确定留任 目前的最新状况马上交给记者方杰如 来告诉们接入 好主安众 行政院今天向马英九总统报告 健保费调整方案 经过这多日的协商 行政院跟卫生署已经完成了最后折中方案 在不修法的前提之下 以单一费率差别补助为原则 而就在今天呢 现在我们来到新闻去看到 吴敦义 吴奎已经准备上台了 而在他最后呢 会有杨志良署长也跟着上台 他们即将来报告这个 健保调整费率的最新变动的方案 也就是说呢 从4055%要变到5.13% 5.09% 都有可能 那现在杨志良署长 他原本就是既定今天要来公布 来看一下现场画面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了解呢 健保费调整的最新门槛 将设在每个月投保金资 36300元结束以上的民众 预估受影响的人口大概三成三 调涨大概影响到700万人左右 最快4月1号就可以实施新制 我们最近情况随时问您掌握 还给主播 好您刚可以看到呢 这个吴敦义时代的杨志良上台 想要针对这健保费率调整方案 来看这个最新的状况 不过我们继续看一下 现场的最新状况 杨志良接获请辞 但是现在其实总统府跟行政院 其实都已经来不是要做未留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吴奎 他正准备要讲话来针对 杨志良是否正式留任 以及这个健保方案 究竟要什么样调整 来看一下现场情况 今天我同我们行政院卫生署杨署长 还有健保局的政局长和新闻局王府局长 开这个记者会 有几项重要的事情向大家报告 第一 当前是我们健保财务改善的关键时刻 我们一方面要凝聚全民的共识 确保我们在全世界受到高度肯定 也是全体国民在健康方面获得最大的保险的保障 这个健保的制度能够永续健全的经营 所以一方面在今天早晨八点钟 由总统所召集的简报会议当中 包括萧副总统 立法院王院长 征副院长 还有中央政策会林执行长 还有国民党立院党团的林书记长 侯副书记长 以及魏环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大家同行政部门 一起听取了杨署长的简报 总统做以下几点非常重要的才识 第一 行政院不只是行动内阁 也是一个推动改革的内阁 对于有关健保费率的调整案 要朝二代健保来全力推动 在这个过渡时期 采取单一费率差别补助 先弥平 健保当前财务的亏据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卫生署阳署长 接受总统以及本人的三度以上的位流 决定一起大拼来推动健保的深化改革 就是全力推动二代健保 并且先进行一个不必修法 就能够达成的健保费率的调整案 以下我很恶要的报告 这个调整案的主要精神跟内涵 第一 这个健保的费率调整案 它采取单一费率 差别补助的方案 原先考量的副案之一 是差别费率 这两样的不同就是 如果采取差别费率 大致上 为了避免不同的疑虑 所以可能采取修法 或者采用一个致函给立法院 有院会同意备查的方式 来采取差别费率 但是今天采用的方式是不必修法 也不必再另行办函给立法院 因为单一费率差别补助 简连支就是一个不必修法的差别费率 中间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采取单一费率差别补助的方案以后 大致上对于比较中低收入的 这个新奉阶级 就是用薪资来投保的国人 它依然会在政府的补贴下 它维持原有的健保费率不动 也就是说它不会调整 这里面大概有70%以上的投保人 是不会变动的 那比原先的这个健保费要多支付 大概从 89块到194块 就是在部分的这个国人 会每个月 大概多出八十几块到一百多块钱 那如果以一家四口来 来计 它多支付的额度 也是在数百元之间 就是只有百分之 大概二十几的人口 是会调整到 也就是杨署长原先提的 大概多一个便当钱 或者多一份餐的这个钱 那么如果用这个差别费率 一定要修法 用单一费率不修法 那中间有部分 就是由政府来给予补贴 以这样子的方式 来使得健保的财务缺口 能够获得这个米评 在这个过渡时期 第二个重点就是 依据这样的一个方案 除了有70%以上的投保人 不会多增加任何支出以外 大致上是在投保的薪资 四万两千元 也就是实质的薪水 大概在五万三千多元 这个区间的人 大概政府补助百分之二十 那他要负担一部分 在投保薪资 投保金额五万三千元以上 也就是实质的薪资 大概在六万七千九百四十九元 以上的他才百分之百 调整的费率 由他完全来负担 这就是这次整个健保费率的 这个调整案 大体上做到 让绝大多数的投保人 都不会受这次调整案的影响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几的 这个相对薪资 比较在五六万人以上 会受到部分的调整 他详细的这个内容 等一下有卫生署 和健保局会向大家说明 那么在这里 一方面要谢谢我们全国各界 特别是我们所有这个健保的投保人 以及提供服务的医疗方面的机构跟人员 同鞭策我们在健保方面 要力行精进的立法院 跟各界各社团的人士 我想我们卫生署同健保局 在国人的高度期许之下 一定会努力来推动健保 力求精进 包括还是有若干缺失 使国人叛乱能够改善的 例如说 这个还有一些药价 可能要做得更缜密 使得它的这个损耗能够减少 另外医疗资源的 这个有效的使用 避免过多的浪费 还有地方政府 所谓劝缴这个补助费 这个虽然已经 大致解决 但是他们因为有部分是要分歧 这个偿还 所以健保局还是会敦促 相关的地方政府跟议会 能够依照协定 如期的能够来缴还 使健保的这个财务的负担 不会一直悬挂在这个帐上 另外在这些绝流的措施 力求精进的措施 在逐步的要落实 这样我们调整健保费率 才能得到更多人民的支持 因为很多人反应 随着我们国家 人口越来越长寿 其实在健保的给付方面 它不能不增加很多的这个负担 另外也还有其他 像过去 大概大家也留意到了 有很多新的医疗技术 也逐渐要引入台湾 像今天小吴总统就特别提到 过去很多像CT 像其他的这些 更进步的这个健诊 或者其他的这个设施 是近若干年才引进到台湾来 他一方面多保障了我们投保人 但是其实在健保的给付上 也不能不增加 还有大家也很关注的 有些位列尽要 还是有泛滥 那以至于我们国人 在喜盛方面的支出 现在都超过每年300亿以上 这个也是等于健保的一个 沉重的负担 所以 我们卫生署一定会督促健保局 在国会的监督 国人的鞭策之下 力求精进 杜绝漏洞 减少缺失 使他节流能够更进绩效 而在有效的各种提供 国人的服务方面 他还要力求更大的改善 更周到 我想以上是非常恶要的 向大家报告 非常欣慰的是 国人大体上了解我们健保 不能倒的这个状况 而健保的财务 的确也需要有调整 改善的这个及时的作为 但是推动二代健保 也是国人 因切期盼 唯有推动二代健保 这个家户所得 来作为我们健保费力的 这个存在的基础 他才会更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 杨处长今天也是在 这样的使命感之下 好观众朋友 您可以看到刚吴端一时宣布 健保涨价定案 而且强调薪资5万元以上 百分之二十几的人 得多付一个便当钱 不过同时强调 百分之七十的人 是不受影响 也说会推二代健保 另外也同时也强调说 有再经过了三度的胃流 卫生署长杨正良 是确定流润 更多相关信息 中天新闻随时 带您第一手来掌握 我的得要的前年报告 到这里告一段落